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現在2020年1月7號早上8點5時 我們現在談的是《論語愛》第405集 是2020年7月9號的部分 是《論語》第15篇第41章 《論語》第41章是 紙章在《論語》裡面一共出現9篇 18章 28次 這是第13章 《詩勉見》即皆 只曰皆也 即席 只曰喜也皆作 只告之曰 莫再思 莫再思 《詩勉初》 紙章未曰 《與詩言之道語》 只曰藍 故相思之道也 就是孔子講了一句句話 就是小心階梯 我們到飯店到好的餐廳去 那個服務神走垃圾 小心階梯 小心階梯 小心台階 在大飯店裡全部都有這個模式 然後到了要坐位置的時候 他們把椅子會拿開讓你坐去洗夜 然後會跟你講 安全題在哪裡 廁所在哪裡這樣 這就一模一樣 就是《論語》第15篇41章一樣 所以紙章說這是與詩言之道語 他說故相思之道 是對一個人的尊重 所以紙章跟孔子的對話 在我的這些年來 越背 越接近 越享用的時候 我常常會想到一段話 子貢問 詩與喪俗賢 詩就是指章 喪就是指下 子曰 詩也過 喪也不及 難則過欲語 就是過就是積極 正常來講 然後不及就是消極 然後孔子說過由不及 兩個是半斤八兩 不相剩下 所以在人生旅途上 常常提到過由不及 那最近這十天左右 我咳嗽就是急性肺炎 就戀球性感染 那吐醣的程度狀況 其實也是提心吊膽 像我對他身體一樣 風吹掃動 那當然在生命運動播出去 就有些至親好友 就常用過由不及來提醒我 因為我說一直在脫胎換骨 事實上真的有點年齡了 也會怕 所以前幾天嚴重的時候 還想說 該不該去胸腔內科檢查一下 是不是X光啊 痰啊都要檢查 是不是該吃抗生素 但是我腦子轉 我三次做救護車 三次全部都有吃西藥 而且兩次全部都是麻醉手術 一次是全身麻醉手術 一次是局部麻醉手術三個半小時 局部麻醉生命半個小時麻醉師 所以這個道在哪裡 故鄉是知道 你生命知道在哪裡 所以過由不及在哪裡上 本來就很困難 所以我就用在看西方 網路上就看到很多 胸腔內科醫師的說辭 以及對抗生素的講法 那我就是讓自己更清楚的 要趕快多睡 像我昨天一天 看了三部電影的時候 早上在漢聰堅星巴克 喝一杯熱的拿鐵 攝了兩個南部的粽子 一個五十塊 裡面都有一個鹹鴨蛋 還有肉 栗子 很豐富 很營養 中午我吃了在店院 外帶的千輝麵店 武商在西門町的 一碗熱的鵝肉米粉 切仔麵 一碗鵝肉腸 鵝腸糖 一小盤鵝肉 兩百一十塊 也是很熱的 晚上回家老婆煮了 稀飯 糯米 昆布 鹹鵝肉 鹹蛋 還有豬肉 我吃了三碗半 很熱騰騰 所以昨天傍晚打拳的時候 已經吐了五口白痰 昨天晚上咳就沒有了 就是躺下去不會有呼呼 因為就是呼吸會有彈聲 跑步的時候彈有很多出來 因為這個彈全部不是胸部而已 它因為騎靜脈 追靜脈 把身上很多腸道 腹腔肝膽 儀仗的垃圾都掉出來了 所以在過有不期間 我們怎麼去聞詩行諸呢 這都是該學的學問 今天到此為止 就行 似乎